世界越快 新则慢 台湾精彩 再光滑 欢迎收听光滑再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光滑再现 我是李正纯 这个节目是为大家介绍 台湾光滑杂志每一期的优质文章 希望能够让了解台湾的朋友更爱台湾 不知道台湾的朋友认识台湾 支持台湾 那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是 刊在于台湾光滑杂志2021年11月号的 《肩并着肩的温度》 藏在小巷里的复古位 作者是苏丽颖 住商混合的市井 巷弄之中的卧虎藏龙 走在台湾街头 随时都能体验那不期而遇的惊喜 小店业主率性又创意的生活态度 别具特色的商品 热情爽朗的人情交流 这样蓬勃旺盛的草根生命力 正是台湾在地生活精彩之所在 都会区里的小店 多是由于人口稠密 寸土寸金之下 为了尊杰成本的实际考量 乡野中的小店 则常本于店主人的理念 展现出另类的野趣 因为店小 所以能够做出独特性 对细节吹毛求疵 也因为店小 客人跟店主能够有近距离的交流 人情味特别浓厚 这些小店 不斥为了解台湾的一扇美丽 创景 创办过许多台北知名咖啡馆 称得上咖啡圈风流人物的高振裕 今年九月 关掉了在松山文创园区里的店 把品牌带来了大道成 在小巷子当中重振开业 命名为烟花 入行超过二十年 餐饮资历相当惊人的他 一度当过隐身在幕后的管理者 但绕了一大圈 还是回到了吧台前 他说还是喜欢跟人交流的感觉 这些年来 他的店越开越小 甚至一度经营过一家 仅有一点五瓶大 号称全台湾最小的咖啡馆 一席 颇具实验性的空间 风鸣了许多香港游客前来朝圣 为了就是想来目睹 这跟香港同样在地下人愁背景之下 诞生的创意之作 如今的烟花空间也不大 算一算室内空间只有八瓶 讲究细节的他 除了饮品的设定精简而且精准 在座位 装潢 摆设 氛围上 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心力 毕竟对于高振郁而言 咖啡馆从来不只是咖啡馆 而是创造回忆的所在 他认为 人对于味觉的记忆相当短暂 但借由细节的堆叠 为客人创造出的美好回忆 却可以延续很久 对于选物有独到眼光的他 特地选用冲绳陶一家 精村能章的杯子 永康街火金菇工作室 杨昆金制作的复古桌灯 还有北欧风格的矮桌 老教堂椅子 以及整墙的黑胶唱片 保留下时光痕迹 爱爱寒光的气雾 加上由60年代老喇叭 流写出来的音乐 再搭配上一杯终身杯的黑咖啡 油然而生的老派美感 恰好呼应着所在地 大道成的历史氛围 被台湾文学企老叶石涛誉为 适合人们做梦 干活 恋爱 结婚 悠然过活的台南 最著名的便是从漫长历史里 累积出的文化底蕴 和一派气定神贤的从容态度 多的是百年老店的台南 在观光热潮兴起之后 吸引许多年轻人 外地人来这个地方创业 虽然这些店家常仅是局促的一方空间 但强调个人风格 重视生活态度 犹如奇花异草 遍地盛开的小店 却逐渐汇聚成为了这个城市重要的活力来源 然而不论是百年老字号 或者新生代店家 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态度 更是不分世代共有的重要特色 不是不能赚更多 而是懂得知足常乐 以及对于生活品质的重视 这些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 却是台南主流的经营模式 恰恰好凸显出了这座城市的与众不同 倘若想以最简单一句话形容台南 无疑是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站在自家店门口 时评的老板简芒英说 与其急急盈盈 台南人教会他的就是够用就好 留着一头长发 手臂上还有着刺青的他 难以想象 原本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 过去当了十多年的房屋仲介 38岁的时候 才第一次踏上台南的土地 却因此结下了不解之源 一年之内就来了二十几次 台南的夜晚 没有台北街头五光十色的冷色霓虹 但温润的黄灯点亮了整座城市 就像这座老城温润的人文底蕴 成为了他记忆当中最深刻的画面 让他就此留步 他奋勇成租了在台南旅游时候 下榻民宿斜对角的废弃老屋 展开了宜居计划 两年后 为在中一路二段158项内的 日式盖饭专卖店 石瓶正式开业 汇取店名为石瓶 原因无他 这长型的老房子 瓶数恰恰好石瓶 挑高的空间过去是家庭式橡胶工厂 一度荒废了将近40年 简蒙英汉在地设计公司合作 将老屋大幅度地翻修 再结合了夫妻俩喜好的风格 破败的空间焕然一新 踏入店内浅绿色的斑驳墙园 斜屋顶的瓦片 诉说着老屋的古往惊喜 关庙的藤边 古董籍的陶瓷矮子 则是在地生活的驸马象征 加上夫妻俩亲自到日本东京 选购带回台湾的玻璃杯盘碟 以及向台湾陶一家 制陶方式定制的盖饭专用馆 细节当中洋溢着复古的台式风情 同时又带有几分 日本大正浪漫的情调 虽然说空间迷你 但店内绝对称得上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夹层将空间隔成了两层 二楼是水台 煮饭区和冷冻柜 一楼则包含了 放置砧板的板前跟座位区 仅仅十个位置 而对于料理 简蒙英也有一套想法 他不仅仅提供大众化的大型鱼 如鲑鱼鲑鱼之流 也端出了需要费工处理的小型鱼材 独特的氛围跟精致的餐食 让食品在短短开业的四年间 就在观光客当中累积出好口碑 但不希望食品仅是一次店的简蒙英 一直秉持着服务在地人的想法 从住在邻近街坊的长辈小孩 到在南科上班的工程师 甚至是一些老店的老板 都是他的座上宾 相当喜欢和客人互动的他 也从这些老店业主身上 感染到了台南人谨守原则的坚持 与慷慨分享的态度 生活也不再急急盈盈 凡事着眼于利益 被潜移默化的他 不仅乐于跟客人分享 做生意之余 也相当重视跟家人相处的日常时光 在当时 鼓舞着简蒙英放下北部生活 到异乡创业的助力之一 就是近年在台南知名的 小吃品牌诺夫米糕 在一小吃文明的台南 许多传承超过百年的食物 都是从一根扁蛋沿街叫卖开始 诺夫米糕亦然 创办人刘雨桥 骑着爷爷的旧铁马 挑着两头米糕 从街边摊贩开始做起小生意 经过在大街小巷流浪的三四年 随着知名度开启 常见短短不到一小时的摆摊时间 他就犹如吹笛人施展魔法 身后总是尾随着 长长的排队购买人笼 去年 诺夫米糕正式从流动摊车 转型成小吃店 最令人驻足榴莲的 当属纳正对着料理热台 仅仅四席的吧台座位区 当客人肩并着肩 紧挨一块地在长桌前享用那朴素的古早味点心 甚至不经意间和老板交换几句家常闲话 才能让人真正明白 那难以言传的醇厚人情 朴实温雅的民风 甚至因此吸引着许多外国旅人远到来台的原因 原来都在这直尺方寸的空间当中发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篇文章 是刊载于台湾光华杂志 2021年11月号的 肩并这间的温度 藏在小巷里的复古味 文章的作者是苏丽颖 非常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李正纯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